哈囉大家好 今天就說全新的菜櫃 這個菜櫃跟以往的有點不同 這個菜櫃不是第11菜櫃 叫做俠曲菜櫃 3月2日星期三清晨直至6月1日星期三 上一季有季末獎勵會出現 大家記得去領取 來到新菜櫃當然每個級別都會規定 級別提升的要求跟第10菜櫃一樣 最高的級別是第20 就不會顯示訓練家的分數 我們看看這個菜櫃的時間表 3月2日至3月9日是超級聯盟和成都杯 接著高級聯盟和UL紀念競展賽會至3月16日 再接著就是大師聯盟和愛情杯 在那段期間獲勝的升沙子會三倍 但包括結出的對戰草 會至3月23日 接著就是超級聯盟重臨小小杯 直至4月16日 直至4月16日 接著就是高級聯盟和速成杯 直至4月16日 然後就會是大師聯盟和萬聖節杯 也會升渣市三倍 直至4月13日 接著就是超級聯盟和小小杯 直至4月20日 接著就是高級聯盟和復古杯 直至4月17日 然後就是大師聯盟和慣渡杯 這個也是升沙子三倍 直至5月4日 然後就是超級聯盟和飛行杯 接著就是高級聯盟和元素杯 直至5月18日 接著是大師聯盟和大師聯盟清典賽 都是升沙子三倍 直至5月25日 接著就是拉士多數都是三個聯盟一起 直至6月2日 這個就是整個賽季 今次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有限時調查入場券 是一個限時調查 就是在季節最初入對戰的訓練家 就會在商店裡免費獲得一張入場券 就是限時調查 這個限時調查 會計算你賽季對戰中的勝場 這個調查就會記錄你獲得的勝場 然後就會發出一些升沙子 而且我覺得今次的賽季 最好一樣東西就是高對戰日 它除了原有的東西 就是每日是100場之外 它還會加入我們最早的高對戰日 就是一隻Pokemon 可以隨著時代進化了 這個高對戰日 我們首先說第一個 就是3月5日星期六 即是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小凱獅是月做主角的 還有它說到兩個招式回歸的 也不少有高對戰日 例外有100場的對戰 那獎勵加起來的部分就是 就是當日的上午11點 至下午的2點 在一般的賽事第一勝後 就一定是遇到小凱獅的 第二勝或者是第五勝的話 就獎勵是未遲不變的 高級獎勵賽事的所有獎勵 都可以遇到小凱獅的 其實這裡也說了一段期間 小凱獅保證是遇到的 它已經一組有色違白 而且在這段期間 進化小凱獅可以學到 一般招式的冰粒 和特殊招式的冰凍之風 而且在高對戰日期間 原來在哪一級 完成了一組的對戰賽事 就獲得格拉吉歐的牌 是不可以重複獲得的 當時就是開放超級聯盟和成都杯 好 下一個是高對戰日 繼續跳到新手天堂 這裡是4月17日星期二 最近也有最多一百場的對戰 加上就是一個大量的限時調查 而且不管你在完成哪一組的對戰賽事 你也可以獲得到 格拉吉歐的上一 還是不可以重複獲得 當時開放的杯賽就是超級聯盟和少少杯 好 下一個是高對戰日 那就是星星沙子的超級驚喜 在5月29日星期日 那麗牌也有最多一百場的對戰 上來加上就是獲勝對戰 的星沙子是4倍 還有一個超級驚喜 暫時不知道是什麼 而且不管你在哪一級 完成了一組的賽事 你也是獲得到格拉吉歐的賦 那當時開放的聯盟就是3個聯盟 貴賽的獎勵 那在某些級別是保證可以遇到一些精靈 在第一級就可以遇到差字幅 在二十級就遇到面罩蜀角的比卡超 那今次是不會開放色違版面具蜀角版比卡超 那一般的遭遇獎勵 那就不跟大家直接去講 那今次就是加入了一些第七世代的Pokemon 那是啦 級別3的訓練家可以獲得到面具蜀角比卡超的服飾 那之前獲得過的訓練家也不可以再獲得一次 而今次的主角就是呼嚕隊的保鏢 格拉吉歐 訓練家的姿勢和服飾 去到級別20 其實你就可以獲得到整個格拉吉 綠色和服飾 去到級別19 那你就會獲得一個特殊的招式學習器 以及一個厲害一般招式學習器作為 賽季結束獎勵 而今次賽季的杯賽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就不足一去講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全新玩法的賽季就講到這裡 一特別就是沒有了顯示分數 招式的調整 如果喜歡這影片記得讚好給大家訂閱 如果我買個小型的影片 都會喜歡這影片 都會喜歡這影片 如果想要學生活動 大小型的影片都好 大家可以轉眼睛 下集再見 拜拜